PN 被送上亞洲保健球場合賽至大滿冠決賽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ESPN 再一次回到新加坡 亞洲保健球巡迴賽已經進入第二年 而今年的大滿冠決賽 簡算在這裡舉行 昨天我們已經看過半準決賽的情況 今天將會進行的 就是男女子方面的準決賽和決賽的情況 現場我們看到有兩位球員已經在練習 分別是王優玲和劉寶蓮 兩位將會在一會兒爭奪女子方面的決賽權利 看看在第一圈方面的比賽戰果 其實上屆新加坡的冠軍何彥華 曾經成績相當好 可惜在本準決賽當中最後輸了 冒完進入準決賽 看完女子方面的成績 看看男子方面的成績 其實有很多高手今次分別都入圍 包括了香港的代表許長國 他在外圍賽當中 曾經得分到第四位 而在昨天的半準決賽 成績亦都相當好 擊敗了他的勁敵王天福而進級 最後進身四強的球手 包括有邊湖鎮、許長國、旺有人 和鄭朝鮮 看完男子組在外圍賽方面的成績 馬上看看女子組方面 今日最後四強的形勢 上線方面我們看到有王優玲 將會對著劉寶蓮 而下線方面會有陳美玲對著李季賢 今次的賽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四位進入準決賽的球手 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王優玲來自台灣 劉寶蓮來自馬來西亞 陳美玲是新加坡的代表 而李季賢是韓國的代表 在男子組方面 上屆的大滿冠冠軍一邊湖鎮 其實今次的呼聲都挺高 不過我們香港的代表許長國 在今次的賽事當中比也不弱 所以將會是一場相當可觀的賽事 而下線方面 有王優玲將會出戰鄭朝鮮 兩位球手熱身完畢之後 立即去到比賽的現場 今天為大家評述這場賽事 除了梅志輝之外 也請到特別嘉賓 麥志輝先生為我們作嘉賓評述 Brian 這一場賽事 現在王優玲對著劉寶蓮 一直以來我們都看得到 其實王優玲的水準似乎是比較穩定一些的 是的 王優玲的水準非常穩定 而且他的打法也是很… 球是很殺的 他這兩天的表現非常之好 昨天比賽中段就打了四個全中 兩位球手在教育之前熱身完畢 現在準備就是打第一格球 我們看到王優玲遲遲未出球 他看一看上面可能給一些燈光 或者影響了他 王優玲的第一格球 我們看看他可否先拔頭籌 在這裡拿回全中 出球的動作很輕鬆 出球的動作很輕鬆 第一個球是王優玲 落到一、二位 球似乎挖痕快了一些 球似乎挖痕快了一些 球似乎前向左手移動 就打不到5和8了 剩下两支篇 这两支篇的位置都不会太困难了 轻松地拿下一个保重 昨天我们看到黄佑玲在13个球图 用一个黑色球 14号就用第二个球 看他今天就怎样适应这两条球道 用什么用 是不是用不同的球打 其实落油两条球道都一定一样的了 肯定 但由于球道用木做的了 划多划少 当然有些少区别在这里 再加上一些灯光射下去 不多不少对球道的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刘宝烈过了位的 但让他拿回全中 他打法就是在第十板下球 跟着就杀局的球 就散入了一二位 他落点的时候 你差不多是落到十一二板 已经是来 给他一贯的打法 就移开了两板 所以球就过了龙 落了一二位 下一球就要做一些调教 刘宝莲昨天的成绩都相当之好 打了一盘210分 这次赛事同样都会有一个单局最高分赛制 如果哪一个球手在一盘当中拥有最高的得分的话 直到最后都没有人过得分的话 就可以拥有1000元美金的额外奖金 这次赛事同样都会有一个单局最高分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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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莲的出球的位置会不会有一个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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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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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走的位置都不會太多,拿回個保重 分數方面其實都相當接近 其實表面上其實王佑玲應該會佔優一點 因為連續拿了兩個傳中 見到劉寶蓮左手帶著那個綠色的東西 其實就是給他拿平衡的用 因為右手拿著這麼重的球 左手拉出去的時候都要做些少的平衡 會不會勾出一點?都是差一點的吧? 這個球落點都是差一點 但是他推出一點點來打 即是讓球滑行了長一點 已經見到他嘗試做調教的了 只不過還未夠多 你的球就有1-5位 好運氣還未造成分屏的情況 好運氣還未造成分屏的情況 即是很明顯他一直在作調教 慢慢慢慢開始就逐版逐版地退的了 拿回個保重 打完三格之後 劉寶蓮的積分是67分 劉寶蓮隔離那位就是上屆的冠軍葉敏儀 但是今年大滿冠決賽 他還未能夠晉身最後4強 1-3位 這個球呢 就 出手的時候呢 似乎已經是慢了 所以 勾得就不太認 雖然是同樣 剛才那個位 但是呢 剩下4和8了 我也是拿回個保重 分數上面呢 就很接近 大家打完三格之後呢 只差1分而已 而到第四格呢 各自都是拿了一個保重 黃佑玲的球呢 我們看了他很多次了 其實他的球都相當之穩定下的 好小話呢 見到他呢 是好是壞的 還有出球呢 很順的 他的重心坐得很低 所以那個球出的時候呢 就很順 終於拿回個寸鐘了 到現在呢 他除了第一個球之外呢 一路四格呢 打得很低 打一三位的位呢 都是非常之準勝的 就算剛才保重那個呢 都是入回很棒的一三位 最可惜呢 差兩支平呢 帶不到進去 我見到他的心情都幾輕鬆 都有笑容 反而呢 劉寶蓮就比較 就是沉重一些心情 看他有 有什麼調教呢 推出了很多的了 這個入位呢 當然呢 比較起剛才那幾個呢 就理想了很多 是的 這個球呢 就 落點就對了 但是似乎 他勾的那一下呢 時間做得不好 所以呢 就剩下支吾在那裏 那個球呢 進了 pocket之後呢 還繼續呢 向右邊呢 就轉移 移動的 就是證明呢 他勾的那一下呢 就出手那一下呢 但是呢 那條線呢 就在這裏了 剛才打了九支啦 蝕了些少棍尾 這些星高片呢 單一支的投評呢 對於他來說呢 絕對不是難事的 但是呢 照計呢呢 其實 經過了剛才這一球之後呢 看來呢 接下來這一球的入位 應該會更加利上 是的 那麼他呢 就自己已經 掌握到這條線了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那好幾個打了 這個球呢 那現在就是那個 那打完四格之後呢 大家就撐兩分 那王佑玲呢 有88分 而劉寶蓮呢 又86分 那不過王佑玲呢 呢更加拿手的地方 就是他在第五格呢 那個是傳中 哎呀,這個球也是果龍 始終是果龍,幾乎開了小分屏 很厚一的,直接偏向1、2號位那邊 其實都幾夠運的,因為好幾球就很有機會拿分屏 他的球是很厚一的 似乎還不是完全適應到兩球的性能 是的,他是在摸索,在14號就已經找到一條線 可能13號還要花多時間,但現在只剩下四格 是能夠打一個全中,他可以有一個比較舒服的領前優勢 王佑玲,如果能夠打一個全中 他可以有一個比較舒服一點的領前優勢 王佑玲,如果能夠打一個全中 他可以有一個比較舒服一點的領前優勢 王佑玲,我們可以打一個全中 這個球就糟了,真是 半路只見他打了一位 好,一五位來的 大家看看 一五得好緊要 打全支一 你看球打完一之後 還撞完支五,多直 四六兩支直,動都沒有動過 好可惜,在這裏出現了一個分屏 不單止沒有得爭取一個領前的優勢 相反還要落後 第一個斷格去到第六格出現了 王友寧都領領頭 我覺得剛才那個球入位 真的比較不太理想 雖然打完第五格,王友寧就是領前 由於第六格的斷格 所以現在就稍為落後了 鏡頭面前全班都是韓國隊的代表 包括在今年巡迷賽分站賽事中 最好成績的金基順 在右手邊,數到第二格就是了 大家可否拿回全中 沒錯 拿回個漂亮位 李美英,多給他幾下掌聲 看看球 入球的時候,就是很漂亮的衣服 神情多有火 他知道自己 也證明了他是一個相當好的球員 自己剛才一球犯錯 跟著的一球 立即做一個調控 在這裏拿回全中 這一點很重要 劉寶蓮一定要趁這個機會 拿回分數領前 好,這個球出小時候 落點就對了 但是呢,這個球呢 就似乎扔得直那頭 就是推得出那個球 進來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都是受了他較早之前的幾球影響 都是受了他較早之前的幾球影響 那就刻意地把球推出一點 可惜那球就回不了頭 那他一打六支 那就領前都是只有四五支左右 那重要呢,這個保重呢 就不是太容易保 因為呢,有個重疊平在二那裏 是一、二、四、八來的 這次一定要打一 很厚的一、二位 有啊 或者是很薄的一 也有 是一半支一 其實呢 這個打法呢 都挺牙眼的 哈哈 你自己都笑一下 就是穩陣呢 一定是打一、二位的 那這個球呢 全靠他的邊行動呢 就打跌了一支八 那這個形勢都挺緊湊的 分數上面呢 劉寶蓮佔優 幾分而已 一、一、六 一、二、一 那就是打完第六格方面的成績了 但是呢 黃佑玲揹著傳衆 其實揹著傳衆 都是真是好著數 他只要打多一隻 貼多一個呢 就追回了 他都想了很久啊 劉寶蓮 一、二位肯定過了六 所以我都覺得他平時呢 站上來球道道 沒有想那麼久 這一球呢 真的想久了一些的 我們發覺呢 這兩天都是 每個人呢 就不太輕鬆了 變成呢 就把球呢 就要是呢 就推死了 或者是捉死了 那這個球 那這個球更加呢 就是落點歪了之後呢 那個時間還不太好啊 直接呢 就落了去二、四位那裡 那邊呢 就打個六隻 就虧了三隻 現在打個七隻 就虧了兩隻 那差不多都沒什麼 什麼好處了 沒什麼賺的了 糟了 哎呀 慘了 好可惜啊 在這裡呢 還斷了格 林丹子呢 現在的優勢沒有了啦 現在形勢上呢 還很惡劣 因為待會呢 如果黃佑玲 在這裡打個全中 哇 大家的分數突然間 就會傷他很遠 看看黃佑玲呢 可不可以把握到 這個 這麼好的機會了 一三來的 有了 好漂亮啊 謝謝 果然呢 這裡呢 就開了個全中 入位呢 今天我們看到黃佑玲 當然呢 就比劉寶蓮呢 就準很多 今天入個位呢 非常之美 是啊 我們看到劉寶蓮 會找位找得都幾辛苦 啊 這個呢就是其實 打 啊 胡道波啦 還有打這個 飛碟波那個 不同的地方啊 是啊 通常飛碟波呢 就一 落 就 對條球到適應呢 就快過胡道波很多 那這個時候最好的 就是對手斷了自己 打個Double 多厲害呢 再拿到一個全中 再拿到一個全中 不知道呢 黃佑玲已經有一個呢 就相當之明顯的優勢了 我覺得他贏 差不多贏了 這樣而已 如果看一下劉寶蓮的打法呢 有 好漂亮啊 三位 有時呢 打球的東西呢 就是這樣的了 當對手有什麼犯錯 自己呢 是時候了 起回呢 就兩三個全中 微黃佑玲就把握到這個機會了 這個球呢 雖然是打九支 但是那球呢 就是 落點啊 那個timing 做得是很好的 算是他這麼多球當中 入位比較最理想的一球 是啊 這個真真正正入了一三位 那麽照計呢 剩下一支平 而且呢 這支白露平呢 對於他來說 就應該很容易打的了 那麽問題就是呢 就算 接下來他打光都好了 分數都未必追到王佑玲的 對啦 劉寶聯打完 就是196分 對啦 劉寶聯打完 差不多196分了 這個城市 黃佑玲 差不多196分了 去到第九格 都差不多有了 對啦 已經差不多是 都是199幾 都是199幾 就是199幾 基本上都很難會追到啦 這兩個這麽麗的獎座呢 就將會是屬於今晚的 男女子組的冠軍所擁有的 那麽去年呢 就是屬於邊戶鎮 還有呢是葉敏爾 那麽今年呢 邊戶鎮再回來衛冕 那葉敏爾呢 就進不了四強的 這個球呢 是很厚的一三來的 那麽這個球呢 只是打了八支 那麽換句話說 劉寶聯已經是輸了的了 那麽相信呢 他自己都知道 麥神程呢 有些少呢 失望的 其實他這裏打得呢 都叫做 就是幾好 那麽當孟友廷斷了一格之後呢 他跟著打那個球呢 就打得很頑皮了 跟著再下一個呢 就斷了 斷了呢 就變成了 就變成了 對手斷了呢 對他反而有影響 對手斷了呢 對他 對他還反而有影響 那麽呢 這麽很難的 那麽 好靠很難的 就是一個正式的 那麽 就是一個伍子 他完全反而有影響 但是我可以做到這麽 這麽他最多的 他沒有影響 那麽呢 是一個難度的 這麽風扇的 希望他能夠搞獨 那麽來的 那麽風扇的 那麽風扇的 主席 王就伶宁 去到第7格 146分 甚至第9格 已經通過了 劉保連 最後總得分 這球 很明顯 他殺傷力不太好 但都是傳衆 連續已經是他第四個全中 他最高得分可以獲得236分 當然接下來最後兩球都要獲得全中 又了 這次入一二位 他已經很輕鬆地把球放進去 要不要留下一局 下一局決賽 現在熱身也好 不過看他打整局來講 由來到尾都覺得他相當輕鬆 他的表現非常好 就算斷了分屏之後 然後已經打了五個 那個其實是一個轉捩點 第六格斷了之後 連續打了六個全中的足足 黃佑玲的成績相當之好 輕鬆地擊敗劉寶蓮 最後得分是236分對183分 足足有50分過外 也成為我們今次大滿冠賽事 第一位進入決賽的女子球手 這場準決賽看完了 一會兒還會有另一場女子方面的準決賽 我們看到現在準備出場的 就是李之賢韓國的代表 他將會對著另一位球手 就是新加坡的陳美玲 今天有主場之利 陳美玲 這些全部都是他韓國的隊友 來的 這麼多人歡呼 為什麼呢 就因為主隊的球手陳美玲出場 千萬不要客氣 休息回來 這一場的女子組方面的準決賽 立刻會為你送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